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众资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六十六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去上班吧 我分得清楚轻重,不用你来提醒 秦楚没好气地说道 豁免顿时默默不语 今天的秦楚跟吃了火药一样恐怖 尤其是刚才警察局的时候 打人的时候更是可怕 他都在想,如果不是高然去拉开他 他是不是要把那个男人打死了 秦楚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给小杨 告诉他下午不过去了 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推后 然后他打开笔记本 跟霍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那些从论坛传出来的消息 这件事这么快恶化 幕后应该有推手 而我不觉得那个患者家属 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秦楚一边翻着论坛 一边陈述 霍棉表示赞同地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背后一定有人怂恿 所以导致了事情的恶化 而且 他们这一次似乎是有计划的 媒体那边不知道为什么 消息被压了下去 可能是我们院长做了手脚吧 你们院长要是真有那两下子 还用做院长吗 秦楚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呃 反正 媒体那边压下去后 患者的家属 立刻在论坛传来 然后散播到朋友圈 这么周密的计划 不像是他们那些人 能做得出来的 你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 在医院 秦楚问 嗯 有 霍敏点头 随后接着说道 我和妇产科的医生 吴小雪的关系非常的恶劣 她早就想开除我了 但是 院长一直没有批 她也因为是院长的侄女 而在医院横行霸道 很多人都不喜欢她 但是 她尤其的恨我 我不觉得一个医生 会无缘无故地恨一个护士 秦楚冷静地分析 这时 霍敏干咳了一下 小声地说道 嗯 她现在 是宁志远的女朋友 所以 宁志远是谁 秦楚似乎 从来不关注 这些不在意的名字 咳咳咳 那个 宁志远 就是之前 和我要结婚的那个人 霍敏极力婉转地回道 果然 听到这里 秦楚脸色一黑 你还真是能给自己找麻烦 都知道他们在医院 就不能换个医院工作吗 秦楚不满 我也没想到 她会那么容不下我 不过 这件事 还是另有蹊跷 我不觉得是吴小雪做的 除了她 还有别人吗 秦楚疑惑 霍敏点头 我只是觉得 吴小雪再没有脑子 也不会拿医院的名誉开玩笑 毕竟她还要继续工作呢 而且 她叔叔也会受影响 也可能是她破罐子破摔 伤敌一万 自损八千 秦楚猜测 霍敏再次摇头 嗯 这不是吴小雪 那个性格做得出来的 她虽然骄纵 可是并不极端 伤敌一万 自损八千的事情 我觉得她做不出来 而且曝光的时候 这一旦人肉起来 她身为那一晚的值班医生 校班的事情 也会被揪出来的 到时候她就和我一样 会站在风口浪尖上的 觉得霍敏说得有道理 秦楚点点头 想了一下 又问道 那么除了吴小雪 你还有其他怀疑的对象吗 嗯 有一个 不过 目前只是在猜测中 要我帮你解决掉吗 霍敏摇头 啊 女人之间的战争 还是让我自己来解决吧 毕竟 我不能当一个 躲在老公身后的傻老婆才是 霍敏无意中的一句话 倒是让秦楚心情大好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公啊 她虽然表面上冷冷的 但是其实心里已经窃喜了 头还是很疼 霍敏无言以对 再次假装伤口疼 做过检查了吗 会不会伤在里面 秦楚担忧 做过了 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皮外伤 那你先躺一会儿 我处理一些资料 搀扶着霍敏在沙发上躺下后 秦楚就在一旁开着笔记本办公 准备一会儿带她去吃饭 而另一边 曝光这个视频之后 对医院确实有了不小的影响 无想雪下班的时候 宝马车不知道被谁 扔了好几个生鸡蛋 气得她都想抱粗口 这群脑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免那个死女人的错 干嘛迁怒于我 可能他们人 绕出你是上次值班的医生吧 宁志远开口 不行 我得想一个办法 不能让他们 把矛头对准我呀 随后宁志远和吴小雪 开车一起下了班 晚上的时候 吴小雪录了一个小视频 发到了论坛上 她泪与俱下地 诉说自己是多么不得已 不是故意要翘班的 是因为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不敢熬夜 怕对宝宝不健康什么的 总之 吴小雪发视频只有一个目的 为自己洗白 很快 吴小雪花钱买了不少水菌 为自己辩驳 什么孕妇最大 孕妇最辛苦之类的 然后让大家把矛头 再次对准了豁眠 某夜场包房内 苏玉和几个富豪子弟 喝酒唱K 席间有人再次 兴致勃勃地 谈起这件事 看了吴小雪发的小视频后 苏玉只说了一句话 女人洗白的方法 还真是高明 你说那个当事人小护士 也出来洗白 会不会效果好一点 也说自己怀孕了什么的 借口都是一个的话 也要有人信才是 不知道医院最后 会不会将这个小护士 推出来认罪 不过听说呀 医院已经强力压制这件事了 另一个阔哨开口 医院可没有压制媒体的能力 苏绍拿着红酒杯 摇了摇 缓缓地开口 苏绍的意思是 后背还有人在帮那个小护士 或者说帮医院 苏玉只是扯了扯嘴角 不再说话 这时候 一个长相清纯甜美的女孩子 靠过来 轻腻地将头 窝在苏玉的肩膀 我记得跟你说过 不要再见我的时候 喷香水吧 苏玉凝眉一脸嫌弃地看着女孩 苏绍 对不起 我今天出席了新片的发布会 所以 不想听窃口 滚开 苏玉大手一挥 将女孩子狠狠地推开 摔倒在地 你还真是不会怜香西域啊 一旁的某男 开口笑道 怜香西域吗 那不是我的风格 苏玉邪恶地笑了笑后 踩着女孩子的手指走过 女孩疼得脸色苍白 却不敢吭声 她知道 得罪了金主 是没有好下场的 而太子爷苏绍 有暴力倾向 也是整个圈子都知道的 哎哟 看来苏绍又要换猎物了 几个富家子 在一旁起哄 苏玉端着红酒杯 看了看窗外的夜色 眼睛里 是捉摸不透的深邃 秦楚忙完之后 带着霍眠去吃饭 随后在去卫生间的时候 和吴院长通了电话 霍眠不知道 他们说了什么 只知道秦楚回来的时候 说了句 医院那边不用管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 直接和患者家属谈判 你是要给他们赔偿吗 霍眠有些担忧 你觉得我会那么蠢 秦楚的一句话 问得霍眠哑口无言 他也觉得 秦楚不可能是那种 钱多人傻的主 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如果给钱赔偿的话 那么不就默认 他是罪人了吗 而且 那家人一张口就要几百万 实在是不讲道理 那吴院长怎么说 医院那边 他自然会处理好 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嗯 我约了那帮人 晚上六点谈判 一会儿先送你回家休息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这事交给我就可以了 秦楚一口回绝 霍眠也就没有再坚持 说实话 他都不知道 见了那些人 还能谈什么 不过他对秦楚有信心啊 他做事一向有自己的那一套原则 吃过饭 霍眠回到家 跟朱玲玲发了一会儿微信 然后昏昏沉沉地睡去 而秦楚则去了愈好的茶楼 见到了那些患者的家属 产妇的老公看来是有备而来 这一次带了很多人 大约有十七八个 把包房挤得满满的 他可能是被秦楚揍怕了 而反观秦楚 只带了一个人在身边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边眼镜 很斯文 大家也没有人知道 他的来头 不要浪费时间 说出你们的条件吧 秦楚落座 脱下外套 递给身后的男人 赔钱 要多少 秦楚看着产妇的老公问 那个小护士 给我老婆和女儿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精神损失费 医药费 营养费 抚恤金什么的 自然要多给一些 哥 抚恤金是给死者家属的 你说错了 不是抚恤金 是慰问金 总之给钱就对了 我问你要多少 秦楚暗难住性子 再一次问重点 男人想了一下 伸出手指道 三百万 这场医疗事故 最少三百万 然后你昨天 在警察局打了我 我已经做了伤势鉴定 我现在被你打得脑震荡 恐怕后半生 没办法工作 你也必须给我 一次性拿出补偿来 这两个家一起的话 你给我五百万就好了 我这人比较好说话 也不想问你多样 听完他的话 秦楚不动声色的 看了他一眼 冷冷回道 你倒是肯开口 自然是合理的数目 我们也咨询过律师的 你糊弄不了我的 这一次医院方面说 你会全额负责这件事 本来还打算让医院出两百万 你们家出一百万好了 但是你们偏偏要来事 也不能怪我 可以 五百万而已 我答应你 秦楚点头 男人听完差点乐开花 他昨天被秦楚暴揍一顿吼 对他有些恐惧 本以为今天谈判不会顺利 还想着漫天要价不成的话 慢慢降低 最后哪怕给一百万也同意 却没有想到 对方根本就不还价 居然一口答应了 那行 那我们就私了吧 我也不会去医院闹了 你是给现金 还是打卡 男人有些迫不及待 秦楚缓缓说道 不着急 你的事解决完了 但是我的家人被你推倒的事情 还没解决呢 哦 那件事啊 行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万块 作为那护士的赔偿 你觉得呢 男人似乎觉得自己蛮大方 提出拿一万块给豁免 作为他头部受伤的赔偿 第六十七集 秦楚没有说话 而是对身后穿西装的男人勾勾手 宋律师 接下来的事情 你跟他说吧 好的 报死 身后的男人点点头 从文件夹里 拿出厚厚的一打资料 放在桌子上 后面你是作为我的当事人的家属 被你们在医院门口推倒 并且导致头部受伤 那只是轻伤 你们别想饿我 我去医院检查了的 根本就没事 警察都知道的 男人着急地解释 宋律师继续说道 你先听我说完 警察确实不追究了 但是我的当事人在一个月前 为霍眠女士下了重大的人身保险 而且还是分部位的保险 霍眠女士的头部保单是五千万 也就是说 一旦霍眠女士受伤的话 无论是人为还是天灾 保险公司都要赔偿 那你们去找保险公司要啊 男人不淡定了 如果是天灾的话 保险公司自然会赔偿 但是这次是你人为的 所以保险公司将会起诉你 或者说 如果拿不出五千万赔偿的话 保险公司会以故意伤人罪起诉你 你将面临十年以下 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男人一听彻底傻眼 抱歉 我从来不开玩笑 宋律师身为GK律师团队首席律师 自然是说一是一 不就是头上磕个包吗 至于赔那么多 你们开什么玩笑 干脆抢钱去了 再说了 我不会相信有人平白无故 会在一个女人的头部下重保险 这不科学 看来产妇的老公也不是个二溜子 至少他还能推断出科不科学 这时宋律师很严肃地翻出一页资料 递过去说道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一页 我的当事人家属霍敏女士 在八岁的时候 已经被鉴定是一个智商高达一百三的天才 靠的全是大脑 自然要重点保护头部的 谁相信 既然是天才什么的 还能做个小护士 男人明显不信 秦楚拿起外套 抖落了一下灰尘 漫条丝里地说道 你真应该感谢他能做这个护士 不然那一晚 就不会救你的妻子和女儿 而你们却恩将仇报 所以必然要承受今日的下场 好了 我的时间有限 今天就到这里 以后的事情 保险公司和律师团队 有人会跟你联络 你回家以后可以想一下 要赔钱 还是要坐牢 说完 秦楚转身离去 宋律师拿起材料 跟在秦楚身后 上了那辆高大上的麦巴赫 哥 这小子的车好像是豪车 我们这次 是不是惹错人了 男人的弟弟小心翼翼地开口 男人扇了身脖子 看清楚车的标志后 嚷嚷道 狗屁豪车 那是一个M的标志 明显就是一切大众出品的麦腾嘛 十几万的车秀秀豪车了 骗谁呢 老子猜不信他的鬼话 我们走 男人似乎没有把秦楚的话当回事 直到当天晚上 接到法院的船票 原来 保险公司已经查了男人的家 觉得他们家 不足以支付五千万的赔偿金 所以也不用协商了 直接就将男人告上了法院 而法院那边 因为涉及金额重大 怕男人逃走 当天晚上 就派检察院的人过来 将男人暂时拘捕 这件事顿时让产妇的家里人 全部傻眼 晚上秦楚出去会见客户的时候 接到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他们很客气地说 五千万赔偿金 已经达到了他的私人账户 如果你以为秦楚这次赚到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从一个月前开始 以后的每个月 秦楚都要支付给保险公司 一百万保险金 货棉不仅是头部 还有双手双腿 同样都上了重金额保险 一个月一百万 一直交到货棉六十岁 有钱果然是任性 如果你们认为秦楚给他交保险 是为了保险公司赔偿 那也错了 因为秦楚看重的是 一旦有人伤害货棉 赔不起巨额的话 保险公司就会立刻起诉 那时候嫌疑人就会面临坐牢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货棉在家里似乎还一无所知 他正在吃着薯片 看着动画片 就接到了那个产妇的来电 他一张口 就是嚎啕大哭 货棉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老公吧 货棉知道秦楚为了他的事情 出去与患者家属谈判了 但是没想到 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 秦楚人还没等回家 产妇的求饶电话 就打进来了 听货棉沉默不语 产妇又哭着说道 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太贪心了 以为借此机会 可以从医院那里 弄来一笔钱 这说到底 都是利益蒙蔽了 我们的眼睛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的两个孩子 不能没有爸爸呀 我真的特别害怕失去他 如果他真的去坐牢 那么一切就都毁了 听到坐牢的字眼 货棉心里有些触动 他不知道秦楚用了什么办法 但是绝对是比较决绝的 否则 产妇也不会哭成这样 这件事 我想想吧 货棉身心疲惫 这几天被这件事纠缠得烦躁极了 他不好给产妇承诺什么 因为不知道秦楚 做到了哪一步 索性先挂了电话 随后 产妇又发了很多短信进来 大多数都是说好话 苦苦哀求 货棉其实这一刻 已经不怎么同情产妇了 只觉得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 如果不是秦楚 有能力为自己善后 那他们会好心放过自己吗 自己放过他们 那他的清白 谁来还呢 况且 这件事还牵扯那么大 秦楚回来的时候 货棉已经做好了晚餐 荤素搭配 色香味俱全 只要是货棉做菜 秦楚就会胃口很好 一口气 吃两碗米饭 吃饭的时候 货棉一边慢吞吞地吃 一边偷偷地瞄着秦楚 有话跟我说 秦楚问 你吃的还挺多的 可是 你貌似一点也不胖啊 哎 有什么保持身材的秘方吗 秦楚无奈地看了货棉一眼 说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不说正题的话 我一会儿就要进书房 开视频会议了 因为在忙货棉的事情 七个分公司那天 召开的月末总结大会 都被他推迟了 一大堆工作压在了后面 等着他去处理 所以他现在可没什么时间 和货棉讨论 怎么保持身材的事情 见秦楚说得这么直接 豁免也不打算拐弯抹角了 喂 你怎么对付那家人的 他老婆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苦苦哀求的 一切都是他们自作自受 秦楚冷声说道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听说 那个男人是要坐牢的 那天 他确实推倒了我 不过警方也带我去 鉴定伤情了 高然知道的 我没有什么大事 所以那男人 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坐牢的 敲诈勒索吗 霍民心想 秦楚的律师团队那么厉害 估计是用这个借口 敲诈勒索还够不上 而且即便是判了 也就两三年 没什么意思 那他是 霍民欲言又止 这件事已经了结 你不用过问了 总之啊 以后有什么事 一定要跟我说 秦楚似乎不打算和霍民说太多 也并未打算把千万宝丹的事情 告诉霍民 只是默默地为他做着这一切 见秦楚不肯说 霍民也不敢再多问 因为秦楚做事一向有他的道理 视频会议开始之前 秦楚打了一个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 各大媒体还原真相 公开批斗那产妇和老公 是多么的丧心病狂 同时把霍民描述成高大上的形象 虽然不是医生 却有着很高的职业精神 霍民一息之间 从罪人变成了明星 电视机镜头前 产妇哭着忏悔 我们全家对不起霍民 恩将仇报 这是我们的报应 只希望霍民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霍民只是泡了一个热水澡的功夫 出来的时候 手机都要被人打爆了 她挑护士长的留言 最先读取 霍民 看电视晚间新闻 看完护士长的留言 她立刻打开客厅的电视 看见了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产妇受到了采访 在电视机面前 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霍民道歉 说出了那晚的真相 更是拿着检验单 证明自己根本就没有后遗症 一切都是自己和老公贪心 想骗钱 所以诬陷豁免的 此言一出 立刻引来大家的声讨 本市第一论坛里 那个曾经一直爆料这事 不断黑豁免和第一医院的账号 也悄然注销 很多媒体记者 不知道哪里弄来的 霍民手机号 一直打电话 都要给霍民手机打爆 霍民看见 有两百多个未接电话 顿时汗眼 她躺在卧室的床上 拿着手机 跟朱玲玲 黄月 还有护士长 发着微信 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当然她知道 这些都是因为 秦楚的介入 如果没有秦楚 谁也不能这么快 平息这件事 秦楚开完会议的时候 已经深夜十二点 她洗澡之后 穿着睡袍走进来 霍民已经睡着了 她轻轻地上床 帮她拉了一下被子 然后自己在她身边躺下 新闻媒体的本事有多大 她最清楚 以后要是再有人 敢借用舆论 欺负她老婆 那么只有三个字 杀无赦 看着霍民睡着的脸庞 红粉的脸颊 微卷的睫毛 跟婴儿般的安静 看得清楚 心都要化了 她的眼神 是满满的宠溺 小心翼翼地 在她侧脸上 留下蜻蜓点水的一吻 然后很低地 在她耳边说了句 晚安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 秦楚去上班 霍民则收拾了一下 去了医院 三天假期也差不多过去了 事情也平息了 待回医院上班了 却没有想到 她刚到第一医院门口 产妇不知道从哪里冲过来 一下子跪在地上 死死地抱住霍民的大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点起来 霍民受惊不小 霍民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昨晚在媒体面前 已经说明了一切 求求你 让他们放了我老公吧 我和孩子 不能没有她 说完 产妇又伤心地哭起来 第六十八集 你 你还在坐月子呢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有什么话 我们单独说 霍民伸手去搀扶她 起料 产妇不肯起来 还对着不远的媒体摄像 说道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今天就跪在这里 不起来了 说完 产妇还对着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和一个怀中抱着婴儿的老太太 说道 你们都过来 给她跪下 让她救救你爸爸 文言 老太太抱着婴儿跪下 小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回事 也跟着跪在地上 一家老小 全部跪在医院门口 霍民着实没有想到 她会这么做 起来吧 我原谅你们了 至于你老公 我也会想办法 让他出来的 当着媒体的面 霍民也不能不松口 如果说之前还挺可怜这个女人的话 那么这一刻 已经对她没有一点好感了 完全就是心机表一个 这要道歉的话 私下找霍民就好了 何必闹这么大的动静 给谁看呢 事到如今 她还是要用舆论压力 来逼着霍民 霍民也是罪了 真的吗 谢谢你 霍民 你真是一个好人 不过 你要告诉我 你们的幕后 谁在指使这件事 霍民冷静地开口质问 产妇微微一争 这件事 真 没等产妇解释完 霍民就不耐烦地打断道 不要跟我玩这种小把戏 就当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告诉我她是谁 我会想办法让你老公出来 这件事 就算清了 见霍民态度坚决 蝉妇起身 在霍民耳边 只说了一句话 霍民听完 点点头 然后 对着所有媒体 说道 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这件事的关注 其实 这件事的起因很简单 我就是想要救人而已 演变成这样 已经偏离我的初衷 这段时间 因为我带给我们医院的不良影响 我在此 给我们吴院长道歉 若不是他一直相信我 支持我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同时 更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给予我支持 帮我还原真相 给我一个清白 总之 这件事 以后还请大家不要报道了 谢谢你们 说完 霍民转身进了医院 这件事 也正式告一段落 霍民在医院门口 说的那段话 随后 在各大平台播出 秦楚在办公室 正在看财务单据 听见霍民的声音 他缓缓抬起头 盯着电视 小杨因为之前 见过霍民 所以隐约地猜到 这一次出事的护士 就是霍斯的心上人 所以当直播的时候 他急起狗腿地 打开了电视 果然引起了 大霍斯的关注 看见霍民致谢家人的时候 秦楚的眼中 柔和起来 他终于肯承认 他的存在了吗 霍斯 我小姨子后天结婚 我可以请假一上午吗 中午吃完饭就回来 趁着总裁心情好 小杨立刻提出了一个要求 给你一天假 去吧 谢霍斯 小杨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在霍斯心情好的时候 提要求果然是没错的 院长办公室内 吴小雪愤然说道 叔叔 这一次事情 已经给医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你必须开除霍民 不然 以后难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不需要你反复来说 叔叔 我实在是不明白 霍民一个小护士 你干嘛要这么维护他 难不成 他给您送礼了吗 吴小雪因为生气 所以口不择言起来 吴院长脸色一沉 小雪 不要胡闹 这里不是家里 在医院 我只是吴院长 不是你叔叔 我就是不服 我就是要你开除霍民 霍民是肯定开不了的 没什么事 你就出去吧 白白手将吴小雪打发走 吴小雪气得扭头就走 狠狠地将门摔了一下 表示对叔叔决策的抗议 院长的男助理试探地问道 院长 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吴小姐 您的顾忌 也就是霍民身后那个人的势力 告诉他只会添乱 还是不要说得好 吴院长之所以一次次维护霍民 欣赏他的才华只是一方面 其实 归根结底 还是顾忌秦楚的存在 侄女这个白痴 整天叫嚣 开除霍民 他要是真的那么做了 那才是白痴 霍民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 风平浪静 整个妇产科 也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下班的时候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按照产妇给他的一个地址去了 果然 远远地就看见那女人的背影 穿着暴露 走起路 屁股也是一扭一扭的 他悄悄地跟在身后 直到在楼道里 他快速几步走上去 拦住了他的去路 嗨 河曼 好久不见 霍民微笑 霍民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河曼的眼神有些惊恐 你没想到 我这么快就找上你吧 你什么意思 我不懂 河曼别过头 有些心虚 其实我挺纳闷的 你干嘛非得对我有如此大的敌意 似乎 宁致远才是伤害你的吧 冤有头债有主 你干嘛要在背后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让开 我要回家了 河曼似乎不想过多地和霍民交谈 可是霍民躲在他的前面 一点也没有要让开的意思 哼 你挺厉害的 自己设了一个局 玩弄我所有的人 那对夫妻被你骗了团团转 吴小雪还背了黑锅 然后你陷害了我 让我站在风口浪尖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只可惜啊 你真的是太小看我豁眠了 哼 你有什么证据 说这是我做的 难道你自己私自给孕妇手术 那不是事实吗 河曼冷冷一笑 是事实没有错 但是有人歪曲事实 那就不好了 袁芬芬已经和我说了实话 你可能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会被我揪出来 以为你的计划很周密 对不对 你口声无凭 我是不会承认的 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河曼仰着头 似乎料定 就算事情败露 自己也会推掉一切责任的 到时候 让那两夫妻出去背黑锅就好 以前 我还觉得吧 你前一阵发生了那么多的悲剧 蛮可怜的 现在觉得 你这种女人 发生那种悲剧 那就对了 因为这是报应 霍绵一字一句地说道 也许是因为霍绵触怒了她 河曼瞬间抬起头 朝着霍绵打去 却被霍绵一把挡下 然后反手将她按在墙壁上 另一只手 死死地卡住她的脖子 我这辈子 最痛恨在背后耍手段的小人 肖默就跟我正面挑战 肖默就给我滚得远远的 荷曼 你可能不知道 我如果想让你生不如死 可以有一千种办法 这一次是警告 下一次 就不是这么温柔了 成点记性 否则 你的下场 只会比现在更惨 说完霍绵松开手 转身离开 何曼只觉得双腿还在发抖 刚才的一瞬间 她真心觉得 自己要死了 霍绵死死地卡住 她的脖子 力道非常大 差一点 她就窒息 可是 霍绵力道又掌握得刚刚好 在她快不行的时候 松了手 霍绵的眼神 是她从未见过的可怕 曾经她以为 霍绵非常好对付 吴小雪才麻烦 现在看来 吴小雪就是个没心眼的蠢蛋 霍绵才是可怕的对手 何曼辞职以后 和医院几个护士 依旧保持联系 无意中听到 霍绵手术的事情后 就准备趁机 报复一下医院 顺带还能搞出 吴小雪和霍绵 当然 还有的就是 事情完事之后 袁芬芬的老公答应过 给她十万酬劳的 所以 她才在背后出谋划策 没想到 事情没成功 还被霍绵知道了 刚才的警告 着实吓到她了 她不敢想象 霍绵这么一个人 当初 是怎么看上 宁志远 那个窝囊废人渣的 第二天早上 霍绵刚到医院 黄月就抓住她的手 说道 师姐 你看到医院通告了吗 你被调到医院旗下的 南部疗养区了 我知道 那你还笑得出来 南部疗养区 可是史上最难工作的地点 没有人愿意去的 你快去找护士长 让他帮你跟院长说情 不要调回去 是我自己主动跟院长说的 要调到南部 霍绵微微一笑 什么 你主动申请的 你疯了 师姐 你干嘛要去南部 黄月彻底傻眼 南部疗养区 作为第一医院旗下的管理单位 是出了名的南禅 因为那里住着 都是省内的大领导 大富豪 超级富二代什么的 那些人巨难伺候 经常听到 有医护人员被打骂 据说 上个月还有一个医生 因为说错话 被患者打掉了四颗牙 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 定人有钱 直接拿钱封口 黄月不明白 那么一个臭名远扬的地方 豁免干嘛要去 只是觉得 除了这件事 就算院长允许我留下 我也不好意思留下了 但是 又不太想转到别的医院 毕竟像吴院长这样的好领导 不多见 南部也是归院长管理的 我只是跟他提了一下 他一开始也是反对的 怕我的心里 承受不了那边的工作压力 但是 看我一直坚持 最后就同意了 那 你也不用这么自虐呀 师姐 你要是觉得 不想在这个院区待下去 你可以申请调到 西部的不怨不遇的专区啊 那边 听说也很缺人手的 黄月停意 霍眠立刻摆摆手 我在咱们妇产科工作的时候 虽然累 不过 却舒心 因为每天都在迎接新的生命 要是去了西部 干脆整死我得了 看着那么多夫妻没有孩子 整天奔走医院 备受煎熬 时间久了 我估计我会郁闷的 工作的环境 跟心情 有很大的关系 南部疗养区 那都是一些人 正在做康复治疗 工作压力也不会很大 再说了 据说那边工资最高了 是我这边月薪的三倍呢 霍眠说这话不假 霍眠现在没有转正 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的样子 而南部疗养区 据说一个护士一个月 也有六七千的薪水 不过 想想也是 伺候那些有钱人 自然要薪水高的 不然苦差事 谁还愿意做 第六十九集 得了吧 你可不是看月薪的人 就知道敷衍我 黄月虽然不知道霍眠 为什么非要去南部 但是知道她肯定 不是为了钱就是 霍眠笑了笑 没再多言 黄月恋恋不舍地 搂着她的脖子 师姐 我会很想你的 跟你在一起混了这么久 真舍不得你走 要不是南部那边的 口碑不太好 我真想带你一起去 得了吧 我可不去 我宁愿辞职 也绝对不去南部 黄月立刻摆摆手 霍眠开玩笑 可是 我听说 很多年轻貌美的护士 都愿意过去那边 准备调个金龟絮呢 金龟絮就算了吧 豪门可不是那么好架的 哪有那么简单 大多数 最后做了人家的情妇和玩物 人家出的是钱 我们付出的是感情 这种不对等的交易 我才不干呢 得不偿失 霍眠听了很开心地 拍了下黄月的肩膀 你的想法是对的 人不能有太多的贪念 豪门 那也确实不是那么好待的 你看电视上那些女星 嫁了豪门之后 有的遭遇家暴什么的 也不敢诉苦 只得忍 与其憋屈地活着 不如自己消消洒洒的 师姐 你说的没错 我会一直抱着这个念头的 不过 你要是在那边挺不住的话 你记得再申请调回来 我觉得院长大人 对你挺好的 嗯 霍眠点头 霍眠被调离 南部流氧区的消息 在医院下了通告 同时 他破格被晋升为正式员工 不再是实习期 妇产科的几个同事 护士长他们 还有检验科的韩主任 都提议跟霍眠吃个饭 告别一下 盛情难确 霍眠便提前 自己订好了一个酒店 下班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过去 席间 他发了一个信息给秦楚 告诉他自己晚点回去 然后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晚饭过后 大家兴趣高涨 又去唱歌 等一切完毕后 都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 霍眠将大家送走之后 伸手去拦出租车 谁料 出租车还没等到跟前 就被一辆麦巴赫 抢了车道 哎 现在的出租车 都这么豪华的吗 霍眠醉醺的自言自语 你到底是喝了多少酒 居然连我的车都认不出 秦楚黑着脸摇下车窗 直到秦楚下了车 霍眠才有点认出来 傻笑道 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秦楚黑着脸也不说话 拦腰抱起霍眠 烹的放在副驾上 然后系上安全带 开车离去 秦楚忙完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 今天还去了秦家别墅那边 父亲因为最近看好了一个投资过五十亿的项目 所以找秦楚商谈 最后 两父子因为意见不统一而谈崩 秦楚出来的时候 就打霍眠手机 当时霍眠去了洗手间 结果就被黄月接了起来 黄月也没少喝酒 所以含含糊糊的 就把唱歌的地址说了 然后秦楚就知道 开到这边 在门口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才看见霍眠出来 他自己走路都有点S了 居然还有闲心 先帮别人打车回家 等所有人都送走 才轮到自己 他老婆到底是有多雷风 也不怕被那些黑车司机 拉到荒野 抢劫 奸杀 真是醉了 还号称天才 就一点安全常识都没有 亏他之前还因为电视上 他深情致谢 而放过那个产妇的老公 让保险公司撤销了起诉 这么为他着想 他倒是好 自己喝成了醉猫 先喝点水 秦楚拿过一瓶 一云矿泉水 扭开 递过去 豁免咕咕咚 灌了两口 然后 哗的一下 吐了出去 而且全部吐在了 主驾驶的位置上 撒了秦楚 一裤子 这条范思哲 限量版的裤子 价值十几万 就不提了 关键是 秦楚这么有洁癖 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吐在人家身上 真的好吗 祸眠 秦楚咬着牙吼道 道 该死的 以后不许喝酒 憋了半天 秦楚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 想骂他吧 有些舍不得 最终只得警告他 以后不许喝酒 酒品如此之坏 他还真是 开眼界了 不要 我喜欢喝 好喝 红酒对雪碧 比对红茶好喝 霍眠 靠在座位上 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 秦楚懒得多说 一脚油门 车子急速超车 没几分钟就到了 下车后 秦楚二话不说 扛起霍眠就上了楼 二楼浴室内 他放好了洗澡水后 将霍眠整个人丢了进去 好好给我泡泡 秦楚一脸的怒气 我要泡泡 这儿怎么没有泡泡 霍眠扁着嘴 双手开始撩起水花 秦楚耐着性子 拿起沐浴液递过去 瞬间 洗了很多白色的泡沫 秦楚蹲下身 伸手试了下水温 刚刚好 正准备起身 霍眠忽然哗啦一下 猛地拍起巨大的水花 顿时见了秦楚一身 秦楚气急败坏地 按住霍眠水中的双臂 警告道 不许再动 给我好好地洗澡 啊 你的睫毛 好漂亮 好美啊 说完 霍眠凑过去 将温热的嘴唇 贴在秦楚的睫毛上 轻轻地撩拨 秦楚只觉得 内心的防线 一点点地在崩溃 她真的很想 在这里就要了她 可是 她现在是喝多了 不清醒的状态 她不能 绝对不能 心里这么想着 可是身子 却怎么也挪不开半步 我跟你说个秘密 秦楚 你知道 当年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吗 霍眠醉醺醺的 将头靠在秦楚的肩膀 胡乱地闻到 秦楚心头微微一动 似乎很期待这个答案 会不会跟她的答案一样 当年第一次见她 就认定她是她的老公呢 我当时就想 男人长得这么妖孽 不知道 以后谁这么倒霉 会嫁给她 说完之后 霍眠还一顿傻笑 她都没有注意到 秦楚的脸 死石都绿了 做她的老婆 难道很倒霉吗 而且还说 自己长得妖孽 这个死丫头 真是年纪大了 胆子也越来越大 如果不是霍眠喝醉了 她真想拎着她 从十六楼抛出去 霍眠忍不住胃里的难受 再次吐了出来 而这一次 秦楚还是没能幸免 不过相比之前那次 她已经淡定了很多 不再暴躁 将霍眠的衣服 全部脱下 抱着 丢在另一个房间的浴室 替她抽了一个澡之后 自己又洗了澡 最后还用全自动洗衣机 将两人的脏衣服水干 做完这些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 秦楚才疲惫地上了床 看着霍眠 已经睡得跟猪一样 她微微叹气 可能是上辈子见她的吧 无论自己怎么生气 只要看见她 怒气都会立刻烟消云散 四日清晨 霍眠醒来的时候 秦楚已经准备好 西式早餐 三明治 煎蛋 还有热牛奶 昨天晚上 霍眠尴尬地开口 昨晚我接你回来的 你吐了两次 分别在我的车里和浴室 你的衣服 也是我给你脱的 你的澡也是我给洗的 还有那些脏的衣服 也是我甩干的 秦楚一口气说完 霍眠只觉得越听脸越红 她居然帮自己洗个澡 那不是全被看光了 昨晚 你貌似很辛苦 霍眠坐在餐桌前 拿起热牛奶 慢吞吞地喝着 知道我辛苦 以后就少喝酒 其实也没喝多少 霍眠笑道 当然 如果被秦楚知道 她喝了三瓶红酒 两瓶啤酒 还有一瓶养酒 秦楚非揍死她不可 我今天不用上班了 今天是周日 我休息 然后 明天开始 我就要去南部疗养区上班了 霍眠缓缓说道 对于她的工作调动 秦楚并不感兴趣 只是点点头 南部有点远 我要倒两辆车 大约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霍眠倒是没觉得辛苦 所以说 你以后又得上夜班了吗 秦楚突然想到了这个 立刻拉下脸 呃 霍眠心虚 不敢再说话 你上夜班 我也不会反对 毕竟那是你的工作 你的自由 但是我尊重你 你也得再尊重尊重我 所以 你的意思是 我要怎么尊重你啊 霍眠听出清楚 话里有话 那辆白色的大众CC给你开 你以后开车上下班 节省不少时间 走南环高架桥的话 十七八分钟就到 可是 霍眠似乎不想那么高调地开车去上班 就这么定了 不等霍眠说完 秦楚霸道地宣布结果 一会儿吃完 我们出去一下 去哪儿 霍眠一争 高然要请我们两个吃饭 啊 可是 我已经约好了 要和灵灵一起吃饭呢 霍眠一脸的为难 可以啊 我们四个 可以一起吃 秦楚提议 一起吃 这样 真的好吗 霍眠对秦楚的提议 有些意外 虽然霍眠觉得四个人一起吃饭怪怪的 但是秦楚坚持 他也就没说什么 餐厅是秦楚订的 是凤凰楼 那是一家古老传统菜系的酒楼 装修什么的 也很古典 菜系 都以熏酱烧烤为主 特色菜是秘制盐酥鸡 听说是店家自己的秘料 腌制了一天一夜之后 再用小火慢慢地烤 烤制金黄色 外焦里嫩 远远地就能闻到香味 这也是这里来的客人 每桌地点 秦楚一向神通广大 这家店饭口的时候 通常都是没有座位的 秦楚他们四个人 不仅有座位 还坐在了最好的包房雅间内 之后 点了十几道特色菜 高燃和朱玲玲来的时候 还凑巧在楼下碰面了 第七十集 多年不见 见面自然要挖苦一番 高燃的黑色捷豹 占了两个车的车位 朱玲玲马自达没地方停 难免要抱怨 这想下车找车主说理 就看见了高燃 怎么是你 朱玲玲皱眉 嗨 朱玲玲 好久不见 高燃因为事先知道了 要和朱玲玲豁眠一起吃饭 所以一点也不惊讶 快点挪走你的破车 占了两个车位 你是有多么蛮狠 上学时候不是口口声声的 说抵制日货吗 怎么买个日产的车 高燃反驳 朱玲玲白了他一眼 呛道 当年八国联军 打进中国的时候 英美闹得最欢 你干嘛还买捷豹 这你就不懂了吧 捷豹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被美国福特 卖给印度了 现在是印度的车 拜托 你以后科普一下 再跟我说教啊 印度阿三的车 那更不是好东西 瞪了高燃一眼 朱玲玲把车倒了一下 正好有个车走了 他停了进去 高燃和朱玲玲 脚前脚后地进了包房 霍眠笑道 这么久没见 你们俩没叙叙旧 咸 怎么可能 我跟这个自大狂又不熟 朱玲玲立刻撇清 高燃瞄了他一眼 说得好像我曾经追过你似的 别以为是空姐 就优越感十足啊 那也比你们臭警察好 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 不办事 他们两个果然是一见面就掐 霍眠听得都一个头两个大 该死的秦楚 出了这个馊主意 结果这会儿他倒是悠闲自在 在一旁玩手机看热闹 点菜了吗 高燃问 霍眠点头 然后对门口的服务员说道 可以上菜了 说好了今天我买单的 阿楚你可别跟我抢啊 高燃仗义地开口 一定不和你讲 霍眠惩了惩嘴角 心情不错 一听高燃买单 朱玲玲眼珠子转了转 喊道 服务员 你们这儿有红酒吗 有的女士 请问你要哪一款 这要最贵的 来一瓶 好的请稍等 朱玲玲低着头 翻着菜单 发现 最贵的红酒 要三千八百八十八一瓶 高燃笑了笑 说道 一瓶够喝嘛 再来一瓶吧 谁怕谁啊 服务员啊 那个酒给我来两瓶 朱玲玲赌气 点几瓶都可以 但是我最讨厌浪费 希望你啊 都能喝完 高燃坏坏地笑 那是自然 灵灵 你能喝完吗 霍眠偷偷转了下她的衣角 我喝不完 不是还有你这个酒神的吗 听说你们昨晚没少喝 你这次喝了几瓶 过我没有 霍眠立刻伸手 将朱玲玲的嘴巴捂住 示意不让她再多说了 恐怕有人要炸了 这时 只见秦楚收起手机 一字一句地说道 酒品差的人 就自觉一点 不要逞强了 啊 你昨晚喝醉了 失态了 朱玲玲一脸不怀好意地 看着霍眠 还没等霍眠回答 高燃突然插了一嘴 所以昨晚你们俩一定很激烈了 我想知道 用的什么姿势啊 男上女下 还是女上男下 霍眠果断气呼呼地 瞪着高燃问道 身为人民警察 你这么污真的好吗 而秦楚则悠悠地说了一句 中国警察 素质果然有太低高 他们夫妻俩 就这么一唱一和地 贬低高燃 高燃也不生气 笑道 你们俩少给我胡扯啊 还没回答呢 回答你个头啊 我们俩很纯洁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是这样 传统姿势 高燃好奇心 简直爆棚了 大庭广众地就猜测 人家夫妻俩的私密室 不得了了 灵灵 你看看这家伙 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 嘴巴那么缺德 当警察真是可惜了 应该去当狗仔 哼 都能把明星访问哭了 霍眠感慨 本以为朱灵灵 能替自己说几句话 噎高燃几句的 谁知道 她竟然说 呃 高燃说的也没错呀 这下霍眠彻底无语了 你们俩倒是很默契 不如做夫妻啊 秦楚瞪着朱灵灵一眼 忽然想起前几天 就因为她一个电话 坏了良辰美景 真是气得牙痒痒 你可饶了我吧 这婆娘谁敢要啊 高燃立刻反驳 你放心 你就算跪地上求我 我也不会嫁给你 哼 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你和一头猪 我也不会选择你 朱灵灵咬牙切齿地说道 高燃扑吃就乐了 那你口味还真是挺重的 你 朱灵灵还想继续对着枪 却被霍绵一伸手拦了下来 如果不阻止下去的话 这顿饭就没办法吃了 都是秦楚出的馊主意 干嘛要四个人一起吃啊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 霍绵本来要和朱灵灵单独行动的 可是却看秦楚迟迟没有要走的意思 就在这里分头行动吧 秦楚提议 你要去哪儿 霍绵没等说话 朱灵灵就抢着说道 我们俩想去英雄谷的 一定很刺激 英雄谷 秦楚似乎没听过这个地方 高燃立刻解释道 哦 那个呀 就是号称亚洲第二大乐园的那个地方 听说呀 是巨人集团投资了五十多个亿建造的 有什么亚洲最长的过山车之类的 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去玩啊 上车吧 秦楚看了霍绵一眼 说道 什么情况 霍绵傻眼了 秦楚的意思是 他也要去吗 最终 他们四个人开着三辆车 去了英雄谷 因为是周末 人特别多 霍绵决定为了节省时间 不挨个去排队了 只选了跳楼机和过山车 四人下了过山车以后 高燃整个人腿都软了 脸色苍白 想吐吐不出来的感觉 怎么 这就怂了 还有更刺激的呢 朱灵灵哈哈大笑 你没事吧 霍绵看着身边的秦楚 有些担忧 秦楚倒是表面上很镇定 不过内心还是崩溃的 不过他不会表现出来 尤其是在自己老婆和老婆闺蜜的面前 走我们去跳楼机那边 听说呀 这个有八十八米的高度 你想想都是兴奋呢 朱灵灵说道 你们太强悍了 我不去了 我给你们拍照吧 高燃求饶 而秦楚则不说话 只是默默地跟在霍绵身后 从跳楼机上下来的时候 朱灵灵和霍绵 嘴唇都吓得发紫 她敢保证 有心脏病的上去 直接就过去了 太恐怖了 那种忽高忽低 然后失去重心的感觉 真是太刺激了 好在 秦楚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只要是霍绵想去的 她似乎都没意见 之后四个人又找了一个泰国餐厅 吃晚饭 席间 高燃忽然问道 听说你让保险公司撤诉了 放过了那个人渣是吗 嗯 秦楚点头 保险公司 霍绵抬起头 听到这个字眼 有些敏感 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霍绵问 高燃看了一眼秦楚 又看了下霍绵说道 你老公给你交了上千万的人生保险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当当 霍绵手中的叉字掉在了餐盘中 高燃的话 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什么情况呀 什么千万保险啊 凶起来酷酷的 朱灵灵兴志勃勃地插嘴 霍绵侧脸看了清楚 你说 没什么 就是给你交了人身意外保险而已 多少钱能保大 霍绵追问 几千万而已 几千万而已 有钱人 果然是任性啊 朱灵灵瞅目急蛇 干嘛要交这个 你都那么有钱了 还需要靠保险公司赔钱吗 霍绵皱眉 不太明白秦楚的思维逻辑 高燃抢着回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阿楚不是为了保险公司赔钱 而是当你受到意外伤害的时候 对方拿不出巨额的赔偿 保险公司会起诉 到时候法院会判定 是恶劣地故意伤人罪 轻者坐牢几年 严重者可能几十年 听完高燃的话 霍绵和朱灵灵双双傻眼 霍绵这下才彻底明白 为什么那个产妇老公被拘留了 原来是因为保单 所以说啊 你这次伤到了头 你老公给你的头部下了重宝 对方拿不出五千万 就要坐牢至少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保险公司还会赔偿这笔钱 所以说 你以后走路什么的都要小心点 磕磕碰碰的话 保险公司会哭的 高燃笑着说完 霍绵看着秦楚 默默不语 秦楚就跟这件事 与他无关一样 拿着手机 看公司邮件 朱灵灵竖起大拇指 赞道 哎呀 中国好老公呀 这些事 你都没有跟我说过 霍绵 别着嘴 万分委屈 这些事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清楚 以后无论是谁 伤了你 都没有好下场就对了 秦楚抬起头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这么惯着他 会不会贯快最后出轨 给你戴绿帽子 高燃开玩笑地说道 然后霍绵和秦楚 同时投来那种 要杀人的目光 晚餐结束后 各自回了家 霍绵整理好床铺 躺上去之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秦楚居然给他 下了巨额保险 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这人做事 这么不按常理呢 正想着 秦楚开门走来 拿过一串钥匙 递给霍绵 拿着 明天开这个去 秦楚 你不要对我太好 你是我老婆 我不对你好 还能对谁好 秦楚理直气壮地说道 可是 你对我这么好 我会骄傲的 那就骄傲下去好了 只要你开心 你想怎样都可以 秦楚 霍绵其实很想说 你对我这么好 以后离婚的时候 我要怎么舍得你呢 可是 话到嘴边 终究没说出口 在这样的时刻 听以后离婚的事情 秦楚一定会很扫兴吧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过 我像我 Yan心 你像我那样 我来疲惧 你老婆